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族被满门抄斩而流落民间 和李长哥一样 他虽然心中一直无法放下仇恨 但与此同时 他也在做着造福百姓 带领百姓远离战争之苦的事情 虽然目前并不能知道有关配角的故事线 也不知道刘雨宁如果真的参演《安乐传》和《裴子天》谁会是男二 但不得不说 小编还是蛮希望刘雨宁和迪丽热巴 能再次上演一把情敌戏码的 且希望这次迪丽热巴能够完胜 也算是打个平手了 欢迎关注更多原创作品 带你了解更多娱乐圈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